檢察官District Attorney有一個工作 就是要以官員的身份 在法院上提出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證據 來起訴這些造成社會動盪的犯人 把這些壞人關到監獄裡面 照道理說,檢察官的工作 就是要保護一般的民眾 除非你是住在左派控制的城市裡面 各大左派城市現在被 左派的District Attorney占了位置 他們很堅持的不做他們唯一的工作 就是起訴犯罪的人 感謝左派的民主黨的提名 還有腦子不清楚的選民 我們現在在芝加哥有像Kim Fox 這樣子的DA 之前在新聞上有提到 他拒絕起訴在光天化日下 在大街上槍戰的一群幫派分子 還有我們洛杉磯的DA George Gascon 在他的帶領下面 洛杉磯的犯罪率大幅上升 還有費城的DA Larry Kessner 在他的帶領下 費城的謀殺率創了新高 事實上就是全美的十二大城市 今年的謀殺率都創了新高 而且這些剛好全部都是民主黨的城市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地區檢察官 District Attorney 他的名字叫做Alvin Bragg 他是紐約曼哈頓的DA 所以恭喜紐約人 你們的三觀又要改變了 我是Edan,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左派強佔了我們各大城市 正義基本上無法得到聲張 打砸搶、謀殺、搶劫、性泛濫 到處都是 在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就是 每天早上來一杯正義的味道 現在只要加入AI News的會員 十二門徒以上的會員方案 就可以每天早上來一杯正義的味道 已經是會員的觀眾 請寄一個Email給我們 並附上你的會員截圖 並附上你的地址 這個樣子我們就會寄給你一個 只想買咖啡杯 但是沒有會員的也沒關係 會在我們的Coffee網站上面買到 幫AI News買一杯咖啡 就送咖啡杯唷 根據New York Post 紐約郵報的報導 上個星期 Alvin Bragg 他一直在看著民主黨 控制的城市裡的檢察官 不斷地在摧毀這些 曾經是美好的城市 但是他擔心的一點就是 這個破壞進度實在是太慢了 這就是為什麼 根據他自己發出的聲明 會減少對於犯罪的指控 就連暴力犯罪以後都不會起訴了 基本上就是你做什麼都不會再犯罪了 根據統計 所以紐約去年2021年的時候呢 有485起謀殺案 這個數字跟兩年前比起來高出了一倍 但是Bragg說 這個數字還是太低了吧 我們要搞就要搞大的 謀殺怎麼可以只成長一倍呢? 那麼他要怎麼做呢? 以下是他的官方聲明 不會再試圖把人關進監獄裡了 除非是殺人 或是其他 其他 總案件類型 例如像說 家庭暴力 還有某些 性犯罪 某些 OK? 以及公共腐敗 這些規定在以下幾個 極端情況下 可以有一些空間 要經過全面的調查 犯罪歷史 受害者的感想 還有所有的資訊 而且在起訴人的時候要注意 監獄裡的人數問題 監獄人變多的話 公共場所就會變比較安全嗎? 犯罪如果現在被關了 未來找工作 買房子 租房子 這些問題誰要負責? 要把一個人關進監獄 要多少錢 還有有多少少數族裔的人 被關在監獄裡面 這些都要在定罪之前 必先考量的東西 你聽得沒有錯 就是他們至少還會起訴 某些性犯罪啦 不是所有的性犯罪喔 有些性犯罪是OK的 OK? 那目前這一切聽起來 好像還蠻合理的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只要是民主黨的程式 好像已經都接受 這些腦殘的政策了 但是根據這篇報導 這個檢察官有一個新的突破 他在新的管理執行方案裡面說 警察起訴的東西跟證據 必須要依照他的新方針 來進行檢刑 持槍搶劫 如果說罪犯使用槍 或是任何其他的致命武器 來威脅商家 只能以小偷 就是偷竊的方式來起訴 這是一個輕罪OK? 如果沒有受害者受傷的話 或者是罪犯沒有試圖在傷害任何其他人的話 持槍搶劫這個原本是B級的重罪 原本這個罪行可以造成25年的這個牢獄之災 現在只會有364天一年以下的牢獄之災 或者是最高1000美金的罰款 你聽了沒有錯 持槍搶現在在紐約是一個輕罪 只要你付得出1000塊美金 就不用進監獄 他發聲明了之後 我就繼續說 闖空門、搶劫、毒品販賣 基本上也會被忽略 這個在洛杉磯還有舊金山、芝加哥、費城 基本都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 持槍搶劫被放在這個裡面 是一個嶄新的一個境界 他們在這裡試圖合理化的是 持槍搶劫不一定絕對會促成物理的傷害 有些東西或許不會對你造成傷害 但是有些東西的確是會對你造成傷害的 例如說如果你的指甲油 都是那種什麼添加化學物質 然後有害的那種指甲油 要怎麼保護自己不要受傷害呢 就是千萬不要用有毒物的指甲油 要的話就要使用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Tenfree的Niji Nails 人要活得漂亮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ails的顏色眾多 帶亮片、沒有帶亮片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什麼顏色就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產品 即將的時候 需入折扣碼AINews10 就可以享有10%off的優惠 Niji Nails的指甲油安全 連小孩子都可以使用 Holiday Sales已經結束了 但是AINews的折扣還沒有結束 所以說各位趕快來買Niji Nails的指甲油 變漂亮又可以變得更健康 或許我很白痴 我以為持槍搶劫就是在說 如果有人拿槍指著你的頭的時候 基本上都一定會有某層面的傷害的可能性吧 但是很明顯就是紐約的檢察官跟我想的不一樣 對他來說 一個人走進餐廳裡面沒帶口罩 才會造成物理傷害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只是拿一把槍指著別人的腦袋 然後要求說把整個錢包 或者是收銀機裡面錢放你的口袋裡的話 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啊 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啊 各位可以想想電影裡面那些搶劫 他們都是怎麼說的嘛對不對 他們都是說把你的錢交出來 我不想要傷害你 只要照著我的話去做的話 就不會有人受傷害 所以說如果你被搶劫的話 然後你受傷了 很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錯 因為你沒有照著他們說的東西做啊對不對 他們都說不會傷害你的不是嗎 還有就是在紐約那個地方 你不能持槍上街 你不能拿槍保護自己的 但是如果說你拿著那把槍 是拿去搶劫的話 就只是一個輕罪而已 所以說如果說你要帶槍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去搶劫 剛剛講的這一串聽起來好像是 你小學的時候跟同學想出來很無聊的笑話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這些都是事實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來講這一篇新聞想要傳達的就是 製造出來這些規定的政客 很愛討論系統性的種族歧視 監獄爆滿的後果 重建罪犯的人生之類的東西 所有他們所有這些天國來的方案 都跟他們所有政策沒有任何一點關係 左派一切的政策不是因為什麼 同情心、同理心、愛心 我們不是要覺得說他們 善良的笨或是笨的善良或天然呆 他們異想天開的 這些左派每次都在那邊說自己有多心痛 多難過 沒有一次是真的 讓他們搬出這個樣子的法單有兩個目的 而且都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憤世技術的心態 而且全部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第一個就是透過重新歸類犯罪的類型 就可以在字面上、在報告書上簡單的解決所有犯罪問題 因為你只要不把犯罪當成是犯罪的時候 那麼犯罪就消失啦 可以跟變魔術一樣 當然你還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街上賣毒品 搶便利商店之類的 現在甚至更多了 因為這些人沒有被起訴了 但是這個犯罪的行為 是因為你認為你把這個行為說成是犯罪了 你只要不再說這個行為是犯罪了 那犯罪不就消失了嗎? 這種解決方法就像一個戴綠帽的丈夫 或是老婆 然後另一半不斷的劈腿 解決他們婚姻不忠的方法 就是告訴全世界說 我們是處於一個開放式的婚姻當中 仔細想想看的話就是 但是只要他知道而且同意的話 那就不算通姦啦對不對? 假的!一切只是暫時的 我們只要把任何的問題重新分類 重新歸類 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只要檢察官不起訴 犯罪就不算犯罪了不是嗎? 我們就解決所有犯罪的問題了不是嗎? 這個是政策上面的實用性跟政治上面的動機 但是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東西 就是我們如果往骨子裡挖的話 就會發現這是他們企圖 顛覆推翻整個人類社會的方法 來顛覆所有的道德秩序 在街頭上無政府的狀態 一直以來都是他們計劃的一部分 拒絕起訴以及懲罰暴力罪犯 這些欺負弱小的暴力罪犯 是直接攻擊這個文明的侮辱 因為這個違背了我們身為人類文明 珍惜的每一個道德價值觀 這個樣子的規定是反人類的 是反文明的是反道德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計劃 左派在本質上是具有強大的破壞性的 而且也是他們唯一知道做任何事情的方式 摧毀一切 而且在這個曾經的文明的殘骸當中 重新打造 打造出一個很噁心很無知的 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這個就是他們的目標 那麼你的人生有什麼目標呢? 我目前有一個在這裡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就是以色列再度開放了 之前提到過的加南美利旅遊公司 推出來的行程也全部都在裡面 埃及以色列的蒙福之旅 去看看聖經上面出來的場景 耶穌祷告的克西瑪尼元 耶穌受死的約旦河 常常死海的味道到底有多嫌之類的 這次還會帶你去金字塔 看摩西走過的路 一切都告訴我們 我們每天晚上或者是早上多 那本書到底有多真實 還有神說的話到底有多真實 讓我們可以更了解聖經上面的道德觀 價值觀 不只是一群人在那邊想很久寫出來的東西 讓我們知道上面寫出來的東西是神的話 是之前人的例子跟故事 最好證明聖經的真實性 就是親自跟加南美利旅遊公司去一趟 埃及以色列的蒙福之旅 現在就打電話給Pamela或者是Wendy 1877-737-9937 1877-737-9937 不管你住哪裡 不管你住哪一個州 不管你是不是剛信主 這次你可以親自的去一趟聖地 享受美食 看漂亮的風景 而且在神的應許的地方好好休息 沉澱 讓回來服侍的時候更有動力 而且讓看聖經變得更真實 這次的行程截止日期是1月31號 座位有限 所以請大家趕快趁這個機會去一趟以色列 這個是政府在促進犯罪的方法 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這些左派的政府在做的事情 就是為了少數民族當中的少數人制定規則 我們常常會誤解這一點 當我們每次講到 黑人這個族裔佔據監獄裡的多數的時候 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在監獄裡的黑人 還是黑人族群當中的少數 絕大多數黑人都是好人 左派想要摧毀整個系統 這樣子的病態想法 只因為有些人認為不公平 只因為少數民族的少部分的人的犯罪比例 這個就是一個徹底的政治目的 而且沒有任何的數據跟證據 就像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少部分的同性戀 但是我們卻要摧毀整個婚姻的道德觀跟價值觀 只因為少數的人不開心 覺得自己被歧視 這個世上只有少部分的女人被強姦之後懷孕 但是我們卻要因為這些少部分的人不爽 來把殺人這個權利來給所有的女人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性別認知都要被摧毀 因為少數的人感覺不舒服 當然我們還要摧毀這個世界上的教育系統 因為某些人感覺不舒服 我們的學生不用上課 因為我們的老師覺得自己會被新冠肺炎威脅 這個就是我們的時代 我們的時代不是根據事實、理性、科學、研究而產生的時代 在我們留言區裡面有一個人說 基督徒不在乎事實 因為聖經叫我們脫離世界 但是事實就是 你看這些數據還有這些研究報告出來 這些人更不在乎事實 更願意在陰謀論下面被騙 更願意相信一個沒有任何科學根據的東西 他們相信感覺 他們自己的感覺 或者是指鹿為馬的謊言 跟基督徒比起來 他們相信的東西反而更像一個信仰 他們想做的就是摧毀這個世界的文化、道德、常理 之後打造出一個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的世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這邊繼續做新聞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要堅持的把事實說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徹底的拒絕 而且推翻左派的思想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認清自己的identity 不只是我們怎麼看我們自己的 而是更了解神是怎麼看我們的 又像MyID這間公司的名字 定期使用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MyID面膜 這個特殊配方全世界只有這一家有 所有的暗窗、皺紋、青春痘 本次全部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樣子 MyID的創辦人 設立這家高檔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群眾對於人口販賣者的 惡行的警覺性 這些受害者如果沒有即時的被醫治 重新回到我們的社會正常生活的話 他們可能就是我們知道何時何地 或是誰會爆炸的定時炸彈一樣 當你在myid.live購買使用折扣碼 AINews全部大寫所有的利潤全部都拿回去幫助這些被摧殘的兒童 有部分也會來幫助AINews繼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面膜實在是太好用了 現在使用AINews的折扣碼還送價值25元的面膜喔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直接的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忙的孩子 我們是神的兒女所行所事要像造我們的父神一樣 還沒有信主的人 我們要以真面目處世做人 不要戴著面具成為一個不真實的人 不但要知道自己的性別 自己是誰 還要盡守法則 感謝大家收看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News 大家好我是大LA神奇快訊主播Danny 以下為大家播報一則社區活動消息 有位英國人曾說 假使我有千磅硬幣 中國可以全數之取 假使我有千條性命 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而他的第五代子孫繼續效法這樣的精神 你會覺得感動 震驚 還是覺得他們是傻子 你渴望一個全新的開始嗎 邀請您一起來聽聽這位說著流利中文的英國人 他怎麼說 2022年1月22日星期六 美東時間下午7點30分 美西時間下午4點30分 線上直播由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代季宗牧師 帶您了解如何擁有嶄新的生活和生命 詳情情恰 北美好消息電視台 909-594-5599 時宗牧師 視聴中文靜 唔